吳東靖努力之下才有了新光醫院 今天的規模 霍班北移民運博士 不忘感謝臺下大哥吳東靖 新光靖經營權之爭 看似出現緩和契機 因為雙方在股東會前協商 有吳東靖派拿六席 洪士旗派九席 吳東靖在最後一刻決定顧全大局 讓出一席董事 還表達希望讓前保險局長 魏寶生擔任董作 改革派僅抓小股東對新光經的不滿情緒 再加上改革派獲得吳東靖撐腰 在三大民間通路取得優勢 成功拿下三分之二門檻 由陳懷舟取得一般董事最高票 反觀魏寶生連前三都沒有 就連獨董陳彥熙也拿下所有董事最高票 等於有權召開董事會 洪士旗派鐵了心 也要徹底顛覆吳東靖政權 他拿下六十六Percent的這個委託書的情況下 他一定是要三分之二 不過三分之二表示說 未來吳東靖已經對新光經 一點話語權都沒有 洪士旗陣營這一招 讓吳東靖大吃悶虧 他在聲明中強調 對日結果感到遺憾 但不意外 置地基礎 建立在委託書 而非實際股權 令人憂心 不難看出 吳東靖這一帳 輸得相當不甘心 我們吳馨如總經理 其實也相當的辛苦 所以我們的團隊 我相信都不會有問題 不顧洪士旗打原廠 吳東靖二女兒吳馨如 閃電請辭總座 至於新光經董座 確定由前張營董事長 陳懷舟接任 吳東靖 則被選為名譽董事長 魏寶生傳出接任 新光人獸董座 至於洪士旗 有可能擔任新光經副董 隨著人事大改革 讓新光經股價收漲 百分之三點六八 成交量更超過二十五萬張 金金病是否成真 就看新團隊如何扭轉頹勢 帶領新光經轉虧為銀 三新聞 楊超成一庭 台北報導 演唱合音 雲超成一庭 開場 雲超成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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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超成一庭